最近评测的手机 一部比一部滑手了 大家好,我是Engage John, 白的代理 正如我刚才所说 最近评测的手机 几乎都是滑手的手机 那这一次的是什么手机呢? 其实就是这一部 Nokia的 Lumia 1520 那它的 机身基本上都是用 这个 我们可以说是塑胶 可以说是聚碳酸汁 来 制作 那它的外表上呢 其实跟Lumia 925是差不多 但是呢 925它就有一个金属的边框 这一次呢 是 采用了一个 一体成型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 所有地方都是 雾面的 当然 黑色是一个繁华的设计 另外在香港推出的白色跟黄色都是雾面的 所以呢 基本上是非常滑手 而且呢 它是采用那个圆边的设计 所以呢 我们就算是给朋友们尝试 他们都是会说 怎么这么滑手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 很滑手 不过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 它的设计 虽然是 相同的设计语言吧 但是呢 它每一部手机由 Lumia 800 900 925 920 920 925 到这个1520 都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让人看得出来啊 它是同样的公司出的 就是都是Nokia的手机 但是呢 在外表上 又不会有一种 来来去去都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所以 来说说评语的话呢 这个手机其实已经是一个很 成熟的一个手机 可以做一个日常装置使用 为什么呢 呃 其实就不是因为它的规格 虽然它的规格是 呃 Lumia 手机 或者是Windows Phone里面 最强的 它是一个 Snapdragon 800的 四核性数据器 有 6寸的FHD 萤幕 有2000万像素的一个 PV相机 但是呢 最主要的地方 并不是 它的硬体 而是它的软体 为什么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再看这一个 呃 软体以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周边的配置 首先呢在右手边呢 就有一个快门按键 电源按键 或者是电源按键 那这三个或者是四个按键吧 都已经是 Windows Phone的标准的配备了吧 正面的话呢 这是一个前置的相机 听筒 荧幕 然后这个玻璃也是一个 呃曲面的玻璃 所以呢 看上去有一点点 弯下去的感觉 对 下面的按键呢 采用了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明显的设计了 就是不点灯的时候 就 不容易看到 好 就是在 啊这边 是返回按键 主意按键 然后 搜寻按键 啊 记忆底呢 就是一个 MicroUSB的插口 然后 转过来呢 可以看到 一个扬声器的地方 这个扬声器的音量是很大的 啊不管是铃声或者是 呃 闹钟 都好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音量 到上面呢 这一个 镜头的位置 采用了一个跟 Lumia 925 一个差不多的设计 有一点突出来 但是呢 在925上面 他可以做一个受力点来使用 但是在 1520上面就不可以了 因为 这个 的 机身或者是重量 比较高一点 所以 并不能够做一个 受力的 点 因为 就只有一个点的话 手指的负担会很大 当然 伴助是有的 但是不大 那这边呢 2000万像素的 相机模组了 然后 双LED 上面还有一个3.5mm的插口 到左手边啊 左手边有两个 插口 分别是一个nano sim跟一个micro sd 就是用针来开启的 那我们来开启看一下呢 这个 其实就是运行这个 Windows Phone 8 GDR3的一个升级 这一个升级比较明显的 呃 不同之初的是 它支援了 Snapdragon 800的催器 这是四核心 然后也支援了1080p的荧幕 就是这个 所以呢 在这么大的荧幕 然后 有这么多的像素 就可以 放比较多的live tiles 在这个手机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横向有六个tiles 以前是四个 然后呢 问题就是 当我们有这么多个位置 因为 上下是 无限的 有那么多位置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 这一些live tiles的位置 呃 怎么去使用它们呢 才会 比较 没有那么凌乱的感觉 这是一个学问了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更新的是 我们按住返回按键 开启这一个程序列表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 插 点下去 就可以关闭程式 那这一个是 很不错的功能 因为我们终于不用 不停的按 返回 返回 才可以关闭所有的apps 程序列表方面 就没有很大更新 主要就是 这个 锁引的列表 然后可以做一个 搜寻 但是呢 它还是有一个比较 不好的地方 就是 它的卷动速度 会有一个限制在 我们不管 多快 都会有一个 比较慢的速度 来卷动 所以呢我们要卷到底的话 就要一点时间 这一点跟 我们以前提过它的 呃 过长效果 的实践的问题 是 两个比较 严重的问题吧 那我们在设定里面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 GDR3升级 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驾驶模式 这一个模式 其实跟 呃 以前的 污染模式 是一样的 就是 我们 可以在 一定的时间里面 去 阻挡掉 一些来电 或者是简讯 但是呢 这一个驾驶模式 不同的地方是 它的 启动方式 除了手动以外 可以用一个 蓝甲装置的方式来启动 好像说 我们在车上 放了一个 蓝甲的养生器 那我们可以在 这边 先设定好 然后我们 将手机 下一次 再拉到车上的时候 呃 先放好 然后打开这个 蓝甲的养生器 然后 手机就会自动 进入这个驾驶模式 那对于驾驶者来说 这一个功能是不错的 那其他升级方面呢 先来看这一个 键盘 这个键盘呢 其实 并没有任何更新 但是 对于台湾人来说 或者是香港人来说 呃 它的笔画输入 是以简体为优先 呃 如果是苍结的话 就会没有这个 速成的制环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在打这个时候 有一点点不方便 虽然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有一 这个智慧性排序的关系 呃不过还是有一些时间会有 呃很容易打错字的问题出现 然后呢在下面呢就是 这个Nokia 这一次 根据GDR3 呃 推出的一个升级的一些内容 就是这个Nokia Black 之前的是Ember 现在的是Black 然后之后应该 没有 Cian或者是 C字头的一个 颜色了吧 因为在我们 作评这个时候 Nokia跟Microsoft的一个 修购的一个方案已经被通过了 而且交易也是快将 快将完成 那 所以呢先来看一下吧 这些触控灵敏度啊 还在 少数画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在不同时间好像是 永远开启就是 我们 只要关掉荧幕就可以看到这个扫数画面 但是呢 电力为优先的话应该不会这样做 反而是一个建模式 有 红绿蓝三个颜色选择 是一个 比较不 不错的地方 因为蓝色会比较暗一点 啊 看上去比比较没有那么刺眼 也没有那么明显 虽然说 在评测 Nokia的手机的时候 大家都会 很注意他的相机的功能 但是我们这次一定要先跟大家提 几个 不同的Apps 首先是一个叫做 零声制作程式的App 那这一个呢也是 Nokia自己去做的 就是 在 手机里面 有歌曲想要用做零声的话 可以用这一个来剪辑 就不用 把 这个档案丢到电脑里面 先剪好再丢过来手机 那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完成了 另外一个就是 热门应用社群 对 这是这个App Social 为防大家 因为第一次使用Windows Phone 而找不到Apps的 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边就会有一些 招点Apps 或者是受欢迎Apps 就可以让大家去选 然后呢 如果是 想要看更多的话 可以贯注一些 比较 资深的使用者 或者是其他使用者都可以 他们会有一些 叫做App List 就是列表 一些自己 常用的Apps 都会列出来 然后 大家按进去看 看到 适合自己的 就可以直接下载 然后排行榜也是 可以看到最多人使用的Apps 然后自己选 去下 去下载就可以 有不同类别 清单呢 或者是 列出最多应用程式的人呢 下载最多人呢 然后最多人喜爱清单 最多人喜欢的 一些 使用者 当然也是会有 他们官方的精选啊 Nokia的精选系列 也是会有一些 Made in Hong Kong的Apps 然后最后一个在谈相机前要说的是 我们用的最开心的一个App 这是Nokia Beamer 这个是一个用来分享荧幕的App 可以做一个远端或是近端分享 如果是远端的话 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 发送一个链接 那 啊 装置收到这一个链接以后 就可以 按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手机上面 的荧幕 如果是近端分享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部 手机来说明 因为呢 我们要先 开回这一个 Chrome 对我们现在这边呢 已经开启了一个 Nokia Beamer的 网页 这是beam.nokia.com 那如果是近端分享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 扫描这一个 QR Code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 是 摇动手机去更新 这一边的萤幕 或者是 即时更新 自动更新 那如果是摇动的话呢 我们摇一下 就可以 感到一个震动 到第二次震动之 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画面已经到这边来 而在这边看到画面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这边 去进入一个 全萤幕的模式 那现在我们就先 开启这一个 自动更新来 看画面 可以看到一个通知在这边 那现在就已经是 自动更新了 那我们 按显示 您的位置的话 就可以 点进去 直接开启 地图 可以看到后面 已经在同步更新 当然 速度不是很高 那就可以看到 自己的位置 这边也是同步的 当然这个画面的方向也是根据手机的方向来决定 如果是要看这一个荧幕的更新的速率的话呢 按着一个 展示眼前景象的功能会比较 实际 实际一点 因为这个是用相机 来到实时更新的 那就可以看到了 这边的可能要两到三秒才可以看到一次画面 但是这一个情况是我们现在使用一个 画面优先的一个模式 如果是用一个速度优先的方式又会怎样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开启设定 再选速度模式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速度应该就会快一点 对 就可以看到他 可以到 一秒钟 两个三个 画格左右 那我们也是可以 回到这边 然后 去看 有没有网页 对 上网 那就可以看到了其实他的画面的品质是会有差 但是 他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如果是看一些不会很 大的东西会 不是看影片的话也是OK的 另外这个功能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 他来到 在手机上面 看 这个投影片 就是我们在 做不同的 简报的时候 可以 用这个的 遥动更新的模式 然后呢 选用这个以后呢 我们先 连好 这个 电脑 然后再接投影机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去遥动手机 去下一个画面 那这一个就是 他好用或者是有趣的地方 而且用来 告诉朋友不同的地方是怎么样去 要 找人的话也是一个 比较好用的 一个 这个 啊对了 每次使用完以前 记得要 将这一个传输停止 不然呢 他 后面就会 一直都在 传输 那 停掉 这个画面就会变回来 好了 好了终于要来讲 相机了 因为呢 在这个 Nokia Black的升级里面呢 这个相机已经将 Pro Camera跟Smart Camera合併 成为一个 Nokia Camera 那这个相机里面呢 其实他的功能并没有很大的分别 同样是有 Smart Camera Pro Camera 跟 拍影片 而这一些功能是可以用一个 循环的方式 去 选择 那Smart Camera的功能力也是没有很大改变 就是 连续拍 不同的照片然后 就一些不同的效果出来 所以呢 我们 先看这个Pro Camera的部分 表面上来说 他的 主要的功能还是没有很大变动 同样是可以有很多 手动的设定 至于 至于光圈也是 不能够在 这边选择 因为他的 这个是 相机模组设计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 目录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功能 好像包围曝光 可以选择拍 母将照片 最多可以到 6个EB的 差距 然后呢 另外我们在设定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比较多朋友会注意的功能就是RAW的置环 我们可以看到他置环的RAW的格式 是DNG 也就是大部分的 Photoshop都可以开启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虽然 在比较旧的手机好像是Rumia 1020 或者是925等等等等 下面都可以支援到这个功能但是 我们要注意 其他手机大部分都不能够支援到外 外界的记忆卡 那里面的三学机可以放多少的RAW档案呢 我们可以说的是这边 一个 2000万像素的一个RAW档案 它的容量大概是21MB 如果是 在1020上面 4100万像素的话 它的 大小应该会再大一倍 大概 如果 保守一点的话 大概有50MB 32个G 50MB 可以放多少呢 所以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会选择 全像素的JP 好了 另外 其他功能呢 还有一个我们 玩得很开心的一个功能就是Nokia Refocus 这些功能呢 一开启以后呢 其实是一个相簿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一下 去拍摄 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呢 我们看不到任何快门按键 那我们放近一点 放高一点 对 然后呢 要怎么拍呢 我们 直接点 就可以 因为呢 相机会自动 侦测这一个 不同的 主体 然后 就拍最多6张照片 拍完以后呢 就会除一下 然后等到照片出来以后 怼出来了 就可以看到 它预设有一个焦点 如果要点 第2个焦点的话呢 点一次 就可以看到这边的MicroUSB清晰起来 再点的话后面 这个盒子的部分 也就会清晰起来 另外如果我们按这个中间的按键的话呢 所有东西都会一次过到一个合照的地步 当然如果是比较近了或者是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功能会有一点点奇怪看上去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功能就是 色彩分裂功能 好像我们要 点这个 木的话 其他的部分就会变黑黑白 而且也会做一个模糊化 因为它的 颜色跟焦点是同一同 去 选择的 如果是要其他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 蓝色吧 这个就不大明显 但是也是 画面上 画面上也是可以看到 黄色就很明显了 就只有这边有颜色其他都是黑白 那接下来我们想 讲一下这一个refocus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照片是我在山上面拍摄 那个时候比较大风一点 所以呢 这些风中进草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在一般看的时候 就算是 选焦点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也 已经可以看到 选不同焦点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他的这些花 的位置已经不同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做全合照的时候呢 由于他是经过计算 然后将 不同的照片 叠合而成 这一个 合照照片 所以 在 拍摄途中 有物件移动过的话 就会出现这些残影 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就是 refocus的一个 知名商吧 但是 我们要知道 其他可以做到同样功能的好像是LIFO相机 他的售价大概是 4000港币 而他的功能就只有拍照 而且荧幕也是 也是很小 那相对来说 这个 可不可以说是 比较 划算呢 也不一定 因为 性价比 这东西 就是不能够这么简单就可以决定的 好 这边还有一个Nokia Creative Studio 也是另外一个Nokia的很 好玩的一个App 点进去 一选好照片就可以 先选 颜色效果 好像是我们要选 这个 习音色吧 点进去 可以再做其他说修改 好像是对招不同对招 自定对招也可以 我们选好这个位置吧 我们要追编 然后再 做一个模糊背景 然后他就会做一个处理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编辑 好像是 将想要清晰的地方滑出来 那就只有你滑的地方会清晰 或者是 模糊的地方 将他变模糊都可以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 其他呢 还有一些不同的功能就是 拼贴 或者是分 色彩分离 其他调整修正 都有 当然要储存就自己储存 我们这边就不做了 最后要提的是Storyteller 这个是 在Nokia World上面 重点提到的一个App 但是他还是一个beta的阶段 所以载入时间会比较慢一点 那 一进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有 时间轴 地点 我的最爱 那实践轴呢 就可以看到不同时间拍照片 然后呢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 不同地方好像是湾仔 拍的影 拍的照片 就可以集合起来 这边 然后点进去呢 再做一个书小 就可以看到 地图 但是呢这个地图是不能够移动的 在旁边可以看到一些数目字啊那一些 这些就是 地标 兴趣点 有不同的 地标可以看到 这一个回忆的用途是不错的 好像是我们在 这边吃个拉面 然后 也去过其他地方 但是忘记了什么地方 那就可以这样看到 哦 原来还有 世代广场 那一些 那如果是没有 地理标记的 照片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 直接自己 选择好 然后 合并起来 做一个相簿 然后点进去 也可以 感影字 那些 那 简单功能介绍大概就是这样了 因为 其实 比较大更新的都是Nokia的Apps 这不是 我也可以 我们需要 提标的 咱们 以后 可以 那么 可以 可以 个 怎么